温暖的闲,战男闲狂虐温暖,原来订婚宴后的出走早有预谋 温暖的闲,战男闲狂虐温暖,原来订婚宴后的出走早有预谋 温暖的闲,男闲套路深,离家出走却又设计利用一个狗让温暖找到他 由张翰,张军宁,金超及张佳妮主演的偶像剧温暖的闲 温暖的闲终于大结局了,还有点不得那个霸道,幼稚又负黑的矛盾体阿战同学 话说阿战本来想借何宝一新的订婚宴又导温暖爬出龟壳,可惜人算不如天算 温暖居然因为一次堵车而华丽错过了 战男闲等不到问温暖后,立马完消失,连高仿,管替等好兄弟都不告诉他们他在哪 当温暖感到的时候只有一封信息混纱 意识到男闲的深情的他抱着白纱嚎啕大哭 男闲虽然消失,但是你要是认为他已经放弃了温暖那就错了 为了让温暖不跑路,他设计起温暖来绝不手软 居然要高仿和管替联合设计温暖,把他捧上执行总裁的位置 还好温暖之前有练过,要不然真会出丑 除了这件事,为了让温暖尽快找到他 他居然在他们第一次同游英国的时候就已经布局 不管有没有和宝一新的假定婚认 男闲都会有离家出走这部戏 因为这是他对温暖的考验 目的是希望他们俩以后不管遇到什么问题都要一起去面对 为了让温暖在人山人海中以最快的速度找到自己 男闲只好搬出当年同游英国时为温暖准备的气球 并让小男孩按照当初的套路给温暖榜气球 温暖一看到这个手法就知道已经找到男闲了 于是跟着小男孩 他终于看到同样也拿着气球的男闲 男闲本来要只认温暖为什么这么晚才来 可是看到他的那一刻 全部化为一个深深的拥抱 两人第一次到英国出差 男闲在竞争收购阿尔法这家公司时输给了朱林路 后来温暖为了缓解他的情绪 于是主动邀请他一起出去转转 也是在那时 男闲成功地埋下一个关于气球的狗 本文为原创拒绝任何转载及洗稿 为这必究 图源于网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